过年后收到的两个银元 一般这种银元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银元都是装在这个小盒子里面的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银元的收藏 它对品项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这次收到的这两个银元都是 袁大头银元 正面是袁世凯先生的头像 一个是中华民国三年的 还有一个是中华民国十年造的 这种袁大头银元它有四个铸造年份 三年八年九年十年 八年是相对价值高一点的品种 然后三年九年十年这三个年份价值相差并不大 银元的收藏 首先要把真假放在第一位 像我们在市场上收这种银元的时候 会仔细看一下它的真假 银元真假主要就是从它正反面的打字压力 再就是鞭齿 是不是富有变化 然后压力也很足 然后就是看它的银色 还有就是包浆流通磨损痕迹 这两个银元经过仔细辨认之后 真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我们会重点看一下它的品项 一般像这种银元价值高的版本 基本上很少 一般都是比较普通的版别 所以说品项基本上就决定了它的价值 这两个银元都是通货 通货里面像这个三年 算通货里面比较好的一种品项 没有严重的划伤 只有很轻微的小华氏 也没有戳技 边上也没有很严重的磕碰 像这种基本上可以叫通货好品 像这种现在在市场上面 价值基本上在1000到1100 我们去收的话 一般就会略微比市场价低一点点 去收留一点的空间 然后这一个十年的 它的品项比这个三年要略微弱一点点 在这个方向可以看得到有明显的磕伤 但是这个十年 它是一个略微好一点的版本 就是方尖章 方尖章要比普通的十年的这种版本 要贵个一两百块钱 所以说尽管这个十年 它的边上有很明显的磕伤 但是没有戳技 并没有很严重的划伤 像这种 通货一般品 在收藏市场上面 基本上也是1000左右 我们也会略微低一点的价格去收购 如果大家家里面也有这种银员 也可以去重点看一看 他们的作造年份 再就是品项 然后重点去比照一下他们的价值 在品项上面有戳技是非常知名的 所以说一般有戳技的银员 价值要比这种通货要低一些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每天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钱币价格行情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